大家好,華記4月2號深夜報道 今天想講講我過去四年 每晚不斷拍片的習慣 直到昨晚差點斷攬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我真的很不舒服 一說話就會停止 昨天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不想講話 但因為習慣維持了這麼多年 可能有些網友會想看 我昨天的影片結束了幾次 忍著不要剪 拍了一分半小時 交代一下李力池 電影中心參觀的日子 昨天晚上 拍完之後 其實我已經睡了兩天 其實從3月30日開始 我不舒服 直到昨天 我就在想 我每晚做Youtuber 拍攝 第一,又不是為了 像蕭若元那些 拍片 標題黨 瓜眾取種 作故事 然後創造盈利收入 我又不是這個類型 也不是一些政治團體 或者立法會議員 用這個渠道 和大眾溝通 維持粉流量 即是有政治力量 有政治能量 我又不是這種 過去我 在2019 2020 和2021 講了一些社會的真實事件 導致很多人認識我 也有很多人仇恨我 包括剛才有兩個人 但我沒有理會 我想說 其實我為了什麼 我自己都遇上瓶頸 也有些迷惘 拍片拍到 你說 喂,那不是 華記你也有好處 你拍攝 那你就 有廣告成效 有人光顧你公司 其實我做了生意 做了20年 譬如在未有黑暴之前 未有認識我之前 譬如我之前 找酒井法子 和我在TVB賣廣告 我一年就花了200萬 這是我每年的廣告費 200萬港幣 但現在我每一年 付出的心機 時間 精神 絕對不止200萬 我想和大家說 我寧願一年花了200萬 廣告費 我就可以慢慢大教授 不用拍攝 也會有這個效果 我只是想這樣 但問題就是 既然 既然 已經是 由19年到現在 這個都變成我的習慣 和網友認識了之後 都能夠凝聚到 一班志同道合 適合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 維持這個習慣好些 直至我昨天 真的拍攝那條分半鐘片 很辛苦 今天幸好有高人指導 弄紙卡散給我 今天就好很多 我再在想 其實我已經完成了社會的責任 就是 黑暴的時候 把他們的壞事 踢爆他 現在 香港 已經是天下太平 看到今天 鄧炳強 一看到明報的專誌 來講壞香港 他馬上 就在TVB的新聞那裡 射他 我相信明報的專誌 都準備收皮了 那你已經看到 香港的政治人物 已經是這麼雷里風行 這麼有風骨 這麼快速有效 我們不需要 完成了我們的歷史任務 不關我的事 政治的事情 就交給政治了 OK 我們做生意的 或者 我們做自己 想做一些理想 的朋友 我們都不想經常聽到 以前黑暴的事情 所以我也在反思 究竟我未來的動向 其實我認識我的人 我知道 我很久都沒有說 黑暴的壞事 我也不想說 不想提 但這個習慣就養成了 我忽然之間 那些民生 不如想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就拍給大家 而這個話題 是無窮無盡的 不用像你看到 現在有些台 經常都搞盡老汁 不知說什麼 就找些事情來說 生安白做 我不想去到那些台的階段 我現在還是有自由取捨 因為我沒有營收 我沒有用盈利 所以我還有思想 還可以主導 這個台用什麼台風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宣佈 正式 看到有個新機遇 新發展 就是 我從今天開始 我們拍攝的台風 就是 我會成立一個 香港人在灣區同學會 灣區是有四大灣區的 有舊金山灣 有東京灣 有紐約灣 還有粵港的大灣區 我們主要溝通的語言 是中文、普通話 或者英文都可以 主要是分享大灣區幾件事 就業 創業 置業 或者旅行 飲飲食食 各行各業的 譬如好笑 開心或者不開心 或者感情事 都可以 或者你香港人和 中山 個女生結婚 有些趣事或者風土習慣 不適應 都可以分享 我們這個是沒有任何錢銀瓜國 沒有年費 沒有會費 純粹我會在Facebook 和微博 做一個香港人在大灣區同學會 首先第一站 我會把我的Facebook 曾經做了一個 反對林鄭大聯盟 前身 現在就變成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我在想 其實香港已經不需要我們這些人 是你政治 我自己覺得 政治的問題 就交給政治的解決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是政治人 所以 成立二十三條這些 麻煩你交給立法會議員 交給政府官員 交給保安局 不關我市民事 已經完成了 過去幾年 要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事情可以做 平民百姓 我們是平民百姓 所以 政治的事情 交給政治部門 我們這個台 以後就分享 香港人在大灣區 生活點滴 香港人在大灣區 同學會 就是這樣 應運而生 所以 稍後 由明天開始 我們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這個 就會在Facebook 改名 如果你不歡迎 或者不喜歡 你可以退出 我們也會重新 再招收一些 會員 你在大灣區 生活 或者在大灣區 旅行 或者關心大灣區 的事情 都可以加入我們 Facebook 和微信 微信我過兩天 就會開 那麼 初步的成立日期 我想 過幾天 和大家分享 那麼 今天 希望我這件事 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發 因為我拍攝 拍攝了四年 每一天 都習慣了 和各位觀眾見面 我希望這個習慣 可以持續 維持下去 可以帶到一些 得著給大家 特別是 我今天派飯的時候 也有位 清潔女工 跟我說 華記我從出江湖 現在未開單 你和我找一下 有沒有客人 我 我做事很乾淨 我是幫別人家區清潔 我見到這些 上了年幾的朋友 都從頭社會 我都覺得需要支持 但是 單憑我一個人力量不夠 其實 我想成立一個會出來 會好些 我們會有會長 秘書長 因為這個會 為表我的身份 不要有什麼利益 輸送 瓜葛 我這個香港人 在大灣區 我初步想找李力池做會長 以及 找胡珠做會長 因為胡珠是六屆選管會的委員 份量十足 我不會做會長 我最多都是極其量做一個召集人 雖然整個台是我發起組織 但是我希望能幫到各行各業的人 這樣 好了 我們今天報導 就是這麼多 我們稍後直播再說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